走进传统市场来到猪肉摊位 各种部位肉品应有尽有 但小心这些肉品很有可能导致 非伤寒性的沙门氏菌感染 因为林口肠跟团队最新严重发现 肉品从屠宰场出厂后 沙门氏菌含量就开始增加 其中货车挂钩 篮子和车体内部 都验得到踪迹 家庭主妇买肉回家 要是没有做好手部清洁就去照顾小孩 就有机会出现交叉感染 肉类是最容易被污染率最高的一个食材 最主要还是肉 特别是猪肉跟鸡肉 那其他像牛肉跟鸭肉也有 但是相对上比较少的 医师表示 沙门氏菌感染主要为食源性 民众若料理肉类没有煮熟 或是触摸肉类没有洗手 都是沙门氏菌的传染途径 医师也指出 沙门氏菌好发于儿童 会引起肠胃道感染 拉肚子胆 甚至有5%到10%的儿童会并发败血症 另外免疫系统较软弱的民众 几年长者也有并发症状的案例 好那针对猪肉产品的部分 它的安全跟卫生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从温度这个部分来左手控制 那所以在那个GHP也就是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它也只有针对食品业者在运输的部分呢 它必须要遵从制造业者定定的温度来进行后续的运输跟管控 因为很多买菜的婆婆妈妈都喜欢把肉压在下面 它只要一出水的话它就很容易就生菌 尤其是这个夏天 最好是先烫过吧 如果是有一点味道的话它是闷到而已 它不是坏掉 虽然农委会及食药署针对市售的肉类运送及贩卖都有相关规范 然而部落因祭典及婚礼都会自行宰杀株枝 医师特别提醒 自行宰杀需要注意肉品的存放时间 若在外放置过久也会有感染风险 因此必须将肉类煮熟后再来食用 原事新闻Alas Uluru台北市新北戏指桃园归山采访报导